成都,一座闲适的城市 中国西南地区的中心 也是中国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 全球有50%的苹果平板电脑产次这里 清白江工业区 一五时期中国规划建设的西南第一个工业区 当年三线建设以及设立的那些军工企业 奠定了成都工业经济的基础 现在这里是中国西部最大的铁路物流枢纽 这是金城号2272的世界货 这辆来自广州的货车 装载的电器配件有十件需要运往欧洲 所有的散货要在这里完成拼装 2013年4月 这里发出了直达波兰罗兹的第一趟融欧班列 三年时间 已经往返运行近200列 带着近2万个标箱进出 融欧班列 从成都出发 在新疆的阿拉山口出境 途经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白俄罗斯等国 直达波兰罗兹 全长9826公里 最短运行11天抵达 类似通往欧洲的快速翻列 中国已经开通了8条 新业务还在拓展 这是刚刚通过国家验收的进口肉类储存冷库 今天在做设备的调试 启用后 从欧洲进口的肉类将通过融欧班列 运抵这里 成都是美食之都 每年仅动肉进口量就有200万吨 其中30%来自欧洲 以往海运加铁路连运 进口的肉制品需要半年 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上 融欧班列将把这个周期缩短到一个月 未来 人们将可以享受到更加新鲜的进口肉食 圣诞节 西方人的节日 刚刚从欧洲采购回来的徐永鑫 特意在今天组织了这个欧洲美食之夜 德国啤酒 荷兰牛奶 丹麦猪肉 在成都 乃至全中国 都很受欢迎 徐永鑫现在想做的 不只是中国和欧洲的生意 连通中国欧洲泛亚的物流大通道 已经在他们的规划当中 你比如说 我把南亚货 通过我们的铁路过来 可以卖到中亚去 卖到西亚去 甚至卖到欧洲去 晚上十点 从欧洲返程的班列正在调装 车上装载的欧洲进口的食品 一周后将供应中国的春节市场 班列向南连接着昆明南宁 向东已经辐射到千里之外的深圳和厦门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 已经开始在这条铁路线上延伸 两千公里之外的厦门 夜才刚刚开始 此时 厦门海仓国际班列集货仓库里 工作人员正忙着备货 十个小时后 成都来的融欧班列将到达这里 这到匈牙利的 这些到布兰的 这个到极客的 这些将要出口的产品 大多来自福建 厦门本地产品占到了三分之一 厦门 东南沿海最开放的地区 这里的民营经济十分活跃 也是中国最早的台商投资区 三十年前 刘鲁鹏就从台湾来到大陆创业 今天 他已经完全融入了厦门的生活 他所在的这家企业 主要生产高清显视频 在全球拥有十二个制造基地 每个月从厦门发出的集装箱 就有一百多个 这条生产线上的零配件 需要在二十天后 抵达他们在波兰的工厂 走船走一个月 在欧洲那边的市场时间就过了 我必须要赶在港湾身上上市 那没有这个时间 走海运 时间不够 走空运 费运却是融欧班列的四倍 对刘鲁鹏的企业来说 跟空运相比 融欧班列一个集装箱的费用 可以省下十万美元 现在这些零部件赶上 每周出发的班列 十四天就能抵达波兰 时间刚刚好 窗外的这片工业区 不久前又入住了新的台湾企业 这是台湾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也许你的主要工厂 你可以不需要赶过来 可是你借由这个自贸区 跟一带一路 你原本做 比如说欧洲的生意 就不用浪漫可远 你还有这么大一块的 那个内需市场 就一路可以这样过去 大海的那边是金门岛 刘鲁鹏从金门不到两个小时 就可以回到他在台中的家 在刘鲁鹏心里 台湾到厦门 厦门到世界 已经越来越近 下午 一辆夏熔鲁班列 将从厦门发出 马旭光和同事今天的任务 是要为四十个集装箱 封上关锁 关锁是海关在货物清关后的封签 每一条关锁都有唯一的编码 整个运输过程 关锁都不会被打开 以确保货物安全 完成海关封签 四十个集装箱开始雕装 一路向西 中国连接世界的国际班列 未来将越来越多 不一样的视野 消除着分割和距离 区域一体化 全国一体化 周边地区一体化 中国经济地底正在被重塑 中国人的眼睛 现在已经可以望向更远的远方 非洲的十一月 一年中最热的季节 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野生动物乐园 东非铁路网的起始段 蒙内铁路正在修建 这也是中国人在海外修建的 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的铁路 铁路连接着肯尼亚的港口城市 蒙巴萨和首都内罗币 全长四百二十七公里 三千公里的东非铁路网 此后还将陆续修建 连接起周边六个国家 中国人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 正在这里延伸 横川大草原的一百四十二公里 是蒙内铁路修建最为复杂的一段 明年上午的计划 就是整个这些全部完成 我们就跟他下午就组织 38岁的张池 是这段铁路的项目负责人 他必须缩短工期 尽量减少对动物的影响 近两千米的茶沃河大桥 横跨国家公园 是整个蒙内铁路跨境最大的桥梁 最矮的桥墩也有9.5米 这样可以保证六米高的长颈鹿 能在桥下自由穿行 乔治 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专家 也是蒙内铁路环境评估专员 蒙巴萨岛 东非最大的港口 也是蒙内铁路的起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